好 凯米台风带来的强风好雨 让花莲市街头是一片狼藉 露树倒塌 满地的落叶也影响到了市容 花莲市清洁队不仅在灾后 是迅速的恢复市区的环境 也配合了各里的里长以及社区的志工 来协助清运满地的残之落叶 6号上午 花莲市清洁队邀请花莲县志愿服务协会 和民情力环保志工队 联合清洁队员大约共120人 从东华富小出发 沿着周边街道进行彻底清掃 那时候东大富小 它里边的树枝清出来 因为放了一个礼拜了 我们夹的时候树叶全部脱落 然后掉了满地 队长就很体谅我们这边 因为我这边老龄化很严重 所以说队长就讲说 结合这些社区的和那个志工协会的 有没有来协助这边来发烧一下 许多长者也加入志工行列 就算已经八十多岁 还是乐于服务帮助他人 可以替人家服务最好 我是这样想 比如到那边给人家服务还好 我就想我身体健康 什么都不要 健康就好 我们也很希望说进到我们志工的一己之力 能够赶快把华联的市容恢复 让外界还有就是外面的人来到我们这边的话 也看到我们华联的环境是很干净的 堪米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 让华联市街头一片狼藉 落树青岛满地落叶 希望透过活动邀请市民加入清掃行列 光靠工部门的力量的话 说真的可能会拖的比较久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举起扫把 来共同一起来整理家园 感谢大家 那我想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市民 看到清洁队或是我们公园的 我们工程队或是我们农官客等等 都给他们一个掌声 给他们一个赞 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再次的跟我们市民说一声 我们会好好的维护我们的环境 公部门携手地方及志工团队 在灾后拿起打扫工具 卷起衣袖 齐心协力 共创竭进家园 记者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